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朋友 我們各就位啦 現在時間為2點40分 那現在議程由 Bunking所帶來的 intro to ROS 自駕車的專題分享 那我們掌聲歡迎 ROS 掌聲鼓勵鼓勵 我不知道你們或多或少有沒有聽過ROS這個東西喔 然後我就 畢竟我的難度設定是入門 所以我就從ROS是什麼開始講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 他的中文叫做機器人的作業系統 但 說作業系統他也稱不上作業系統 他就是一個在 Linux上面的機器人的開發框架 那 我們使用這個開發框架 可以為我們的 為我們的開發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也就是 他的 通信機制 他的通信機制很輕量化 然後 然後並且是一個送禮盒的結構 然後可以 可以帶來 可以帶來蠻高的效應 然後 他的 他的代碼 他的代碼的重複利用率很高 也就是說 我今天 我今天可以拿別人開發的 但是我等一下要切尋你接 好 但是我 但是我 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 有一個寫好 寫好的 寫好的東西 寫好的一個功能 像是 我今天做 我今天做機器人的視覺 那 那如果我 那如果我的朋友要開發這個 機器人的視覺的話 他是 是否要再寫一樣的東西 就是 就是來 那我 他是否 他是否就可以直接拿我的代碼 然後來 進行 進行在這個 在這個基礎上面進行開發 然後 去把它做得更優化 然後去把它做得更優化 就可以減少重複 重複做一件事情的 重複 要減少重複做一件事情 然後 他 他也有一個 強大的開源社群 然後 還有很多這種可視化工具 然後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然後 我們現在從 他的通信機制 開始講 他的通信機制 可以分 有下面這幾個 有下面這幾個元素 節點消息 話題服務 和 節點管理器 然後 我下面有一張圖 給大家看 就是 這張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Ross Master 就是 上一張 簡報裡面的 節點管理器 然後 這個節點呢 就是這個 Node 然後 這邊有一個 Message 就是 消息 然後 話題 和服務 就是這邊的 service 和topic 那我們先從topic 開始講 那 呃 我們現在這邊 有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 一個節點和 另外一個節點 那 我要把 我的訊息 讓他知道 那 我可以透過把它發布到這個topic上面 把這個message 發送到這個topic上面 然後 再 讓這個 Node 讓這個節點去訂閱這個topic 那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拿到 從這個topic裡面拿到這個node 發布的消息 那 他有什麼好處呢 他 你可以有一個 publisher 然後 很多個subscriber 就 有點像 有點像 我訂閱一個電 我訂閱一份電子報 然後 那份電子報 今天 今天發送 然後我就 大家都會 有訂閱這份電子報的人 就會 收到我這份電子報 然後得到他的內容 然後 然後 然後Service Service Service也是 Service比較像是點對點的 比如說我今天 在 一個 有一個 在機器人上面 有一個 有一個鏡頭 然後 然後 我 有個鏡頭 然後我要拿到他的 我 我這個節點 想要 呃 我就 如果 我重舉例好了 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節點 然後他 然後 然後 然後有 他裡面有一份 他裡面有一份訊息 然後這個節點 想要 利用這個節點的訊息 來 來製作某樣東西 來 進行算 來進行 來進行某個算法 那 我這個節點 就像 這個節點 發布請求 然後這個 在 這個節點 就會 把訊息發給他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他 我已經發過去了 那就是 就是一個 有來有回的 Service 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 來看 工作空間 工作空間 有點像是 VSCode 欸 就是 大家在打開 要打開VSCode 然後 在 用VSCode 進行工作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 新建一個資料夾 並且在VSCode裡面 把它 open folder 然後開啟這個資料夾 就有點像 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 工作空間裡面 有四個資料夾 第一個是 src src裡面就是 放置他的 功能包 然後功能包 我們等一下會講 也就是放置他的功能包 放置你寫好的程式碼的一個地方 然後 build 編譯空間呢 就是在 你編譯這個代碼 然後這個代碼 編譯過程中 產生的中間文件 存放的地方 所以通常都不用理他 然後這個 dvle 這個是 開發空間 也就是 你 代碼 程式碼編譯之後呢 你 你 產生的可執行文件 就會放在這個 dvle裡面 然後 安裝空間 就是你 用命令行 安裝的一些 包 一些 一些 程式碼 一些 一些庫 然後就會在這個 install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進 虛擬機來 實際創作一個 實際創建一個 工作空間 這樣可能會比較 好理解 已經 然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 剛 下載好的虛擬機 然後我們 打開 終端機 讓我看一下 我 有點卡 然後把他這個 創建 我們要創建一個 先創建一個資料夾了 所以 MKDIR 然後 然後 靠這個 就 就會講 喔 好好好 MKDIR 然後 就是 隨便一個資料夾名稱 然後 點 打 workspace 然後 再進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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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再進到這個 空座空間裡面 然後我們再 新建一個資料夾 SRC 這個SRC是 一定要叫這個名字 然後我們再 進到這個 SRC裡面 然後 這邊就可以 從這邊 複製過來 這樣比較快 然後 這是 對SRC 進行一個 初始化 然後讓他變成一個 握時屬性的 工作空間 然後 然後 喔真的耶我打錯了 然後 我們回來這個 資料夾裡面 這SRC 看到裡面會有個 他 List 這是他編譯的一個 規則 然後 我們這個 先不看 我們看一下頁 然後呢 我們在 我們接下來要編譯 他整個 工作空間 也就是說 我們要 我們要跳到他的根目路 然後 然後 再 KKMAC 然後他就開始編譯了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回到根目路 會看到他 已經有DVLE和Build 那 他 這邊缺少了一個 欸 他這邊缺少了一個 安裝空間 我們這個 手動給他 安裝一下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 就會看到他這邊已經有一個 的 然後他裡面會有一些 他 原本的 原本的配置文件 那這個我們也先不看 那就就是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再設置他的 這整個空住空間的環境變數 這樣才可以讓 終端機 才可以讓 才可以讓你的 才可以讓你的 才可以讓你的系統 找到這個 才可以找到這個檔案喔 好 然後我們再 檢查一下 就是說這個 也 不定需要 就看到他這邊的 的路徑 那這就是我們創建一個 工作空間 最基本需要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提到 剛剛說到的功能包 功能包也就是要放在 SRC裡面的 儲存 儲存你的程式碼的一個空間 那 這個功能包就是 你放置代碼的最小 最小單位 那 如果我今天寫好了一個 寫好了一個 功能包 寫好一個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Publisher 和 Publisher的 和Subscriber的 功能包 然後我直接 給他 把他給我的朋友 他就可以做使用 他就是一個 那 我們來創建一個 來創建一個 來創建一個功能包 然後 我們 我們跳到 SRC下面 然後 再 把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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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曉 這個是 創建一個功能包的 mini行 也就是 kkin create package 然後 這個是 你的 package的 package的 name 就是你隨便取都可以 然後 後面是你依賴的東西 比如說我這個 AP AP package 要依賴一個 RAWS CPP 和一個 STD message 那這就是 我們把它 貼過來 然後呢 我們在 我可以回來 這個 folder裡面 src 然後我會編譯 我編譯一下 然後 呃 我這個 這要講名稱 是錯的 然後 我 跳到 他的 根目錄下面 然後 再 kkin make 把他kkin make一次 然後 我們再回來 這個 src 欸 那我剛剛是說打錯 我好像 喔 我 我 剛剛在這邊的時候 把他cd 進了這個 catkin workspace的 src下面 所以 所以呢 我這個 package 會在我另外一個 home下面的資料夾 這個 這個kkin workspace 然後這個 他也是一個 落實的工作空間喔 然後我們 就會看到他在這邊 他有一個 AB package 然後我們點進來 會看到他這邊有個 package xl 他是一個 描述你這個package的文件 那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一個 呃 我放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個name 就是你package的name 然後你的版本 你的描述 還有你 你這個 你這個作者的email 那 如果有人要使用你這個功能報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個聯絡到你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他看到他這邊有一個 build depend 也就是他的依賴像 那 你 那 他的依賴像就會在那邊看到 好 那 我們再回來 我們接下來 聊聊他 聊聊他的開源社區喔 他的開源社區是 十分的強大 有很多 呃 有很多 然後我這邊先舉幾個例子 這邊有 Roth Home Roth Wiki Roth Answer 和Roth Com 那 我們來網頁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他的Roth Home 那他會告訴你 為什麼要Roth 然後要怎麼開始 然後他的社區 還有他的 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可以往下滑 就是 所有Roth 相關的 你想 你想找得到的東西 在上面都找得到 然後這邊是 Roth Answer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上面問問題 然後可能會有人回答你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Roth Wiki 他這邊文檔也可以從這邊看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我要怎麼下載 Roth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從這個install點進去看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該怎麼下載 然後這邊就會 這邊會 告訴你怎麼 怎麼安裝喔 然後呢 Roth Com 也就是 一個 Roth的年會 那 他沒有在台灣舉辦過 就是他 今年在西班牙 去 還有日本 然後去年在日本 這個 這個 就是 在台灣這個Roth的 社群其實也沒有 就是沒有到很發達 對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來 簡介中你 Roth你在開發Roth之中 之中 然後你會用到的 各種還有的工具 像是 這個 第一個是TF的 坐標變換 那 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TF坐標變換呢 比如說我今天 在一台車上面有一個 有個攝影機 那 他這個 他這個這台車有一個自己的坐標 然後攝影機也有一個自己的 有一個自己的坐標 那 他們兩個的坐標相對於整個場景 比如說我放在這個教室裡面好了 他相對於這個場景就會有一個世界坐標 那 他們的 比如說 那我今天用攝影機 然後 拍到著 拍到我的物體 然後我的 然後我的物體 然後他的距離是 離攝影機是 比如說是兩公尺 但是 他離我的車體 並不是兩公尺 所以我們這時候 就需要用到坐標變換 那 Roth在坐標變換這時候 提供一個TFTree 那就就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一個工具喔 然後呢 有個QT工具箱 然後我們 來看一下他 怎麼使用 我們 我現在 這邊 打開Rothmaster 然後呢 我再開一個 終端機 然後打開一個 打開一個Roth的節點 然後 這是一個Turtle scene的節點 就是一個小烏龜的 小烏龜的 仿生 如果你 在學習Roth的 呃 呃 出 就是剛 剛開始學Roth中 你會碰到的一個 小烏龜節點喔 然後呢 再開一個 小烏龜的 小烏龜下面的節點 小烏龜下面的節點 然後呢 如果我們 呃 我再開一個終端機好了 如果我們要用Roth Run 然後呢 我要運行這個Turtle scene 然後按兩下TAB 它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Turtle下面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用的喔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用這個Turtle Sim 然後呢我再按兩下TAB 然後它後面又可以 又會告訴你有什麼可以接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啟的節點喔 然後呢我們再 我們再開一個 我們就可以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節點了 那我們就用一個 RQT的工具箱的一個功能 好我再打 然後也是可以直接自動補全 然後等它一下 這邊就會顯出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兩個 節點計算圖 也就是說 這個節點和這個節點之間 是透過這個 透過這一條 這條線來溝通 那就是可以幫助 幫助我們在開發 落實機器人當中 你節點和節點之間的溝通 那該怎麼溝通 去做比較好的理解喔 然後我現在先把這些 都給關掉 然後我們再回來 然後上面會有看到這個 這個 RVICE和Gateable RVICE是可以顯示 就是一個把數據可視化的一個平台喔 那把數據可視化 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接一個 旁邊有一台 Turtle Bot Turtle Bot 是 一個拿來開發 ROS 很好用的一個 機器人喔 然後它譬如說我 今天從Turtle Bot上面 接收到的數據 那譬如說我 有個攝影機 它就可以在 RVICE上面顯示出 你攝影機上面的畫面 但我今天就是 只有一台電腦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需要 RVICE這個 RVICE這個東西 它就沒有數據可以顯示喔 所以我們就透過 Gateable 來擬真這個環境 擬真這個機器人 那它就可以 在RVICE上面顯示出 它的數據 那 我們也是來 簡單 呃 啟動一個 Gateable 和RVICE的 節點 那我們來這邊 等它一下 RVICE和Gateable 很吃效能喔 我 我虛擬機之前 一支 RAM是4GB 但是 開啟Gateable之後呢 它就掛點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 虛擬機的 RAM是8GB 那我們就會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 一個 雷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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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打的樣子 然後 這個不用管它 我的RVICE被關掉喔 那 我 我 我開個終端機 開 把RVICE開下來 呃 沒關係我再開一次好了 我把這個取消掉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剩下可以用 我就趕快用 然後 我就把這個 這是一個RVICE 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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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喔 然後 這邊有個add 它有各種插件可以安裝 比如說 我這邊 剛剛提到了 我要顯示一個畫面 那我這邊就有個camera 把這個camera的 camera的插件打開 那如果 我有攝影機的話 我有 我機器人身邊有攝影機的話 我這邊就會顯示喔 對 就是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喔 我從終端機關掉 我們再回來 那 我們接下來 提到我們的 自駕車 也就是 這 這個是我們自駕車 的一個方塊圖喔 也就是 我們用 光學雷達啊 GPS啊 編碼器 RMU 然後 來 當作它的感測器 然後 來 來做出它的 感知導航 那 它的 做法有很多喔 我可以 我可以用SLIM 然後我也可以用MATLAB 但是 我今天 只好 只好只好講 該如何 快速的實現這個東西 那 先前我們上面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使用 我們可以從 譬如說 GATOP上面下載 下載那個 別人寫好的 譬如說它光學雷達的一個 功能包 那 我把這個 光學雷達功能包 GPS 車輪編碼器的功能包 下載下來 然後 把它們 串接在一起 它們的數據只要可以通 那 它們 那 這三個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在一起了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頂層的控制 那 那 這是在電腦模擬仿真的情況下 但 我今天要再 要實做出一台 就是 你可以手上拿得到看得到的東西 那 我們就 我們就會需要一個先 我們會需要一個 頂層 我們會需要一個上位機 和一個下位機 那 上位機 可以 就是可以用 樹莓派啦 就是一些 比較 高階的 高階的 處理器 然後下位機 比如說我們用 Arduino 用 STM32 用ESP32都可以 但是 如果 我剛剛也有提到一個 Turtlebot 那Turtlebot它的下位機是用 OpenCR 但 OpenCR這個東西 其實 就是 不便宜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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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uino 或是 STM32這類的 然後外界一個 外界一個 外界一個 H橋的模組 它的下位機 可以讓它輪子奔跑 那 上位機就是做我們一些 slime 然後 slime的一些控制 一些算法的控制 對 就是這個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走 走 OK 那我們趕 喂喂喂 喂 喔 有 Sorry 好 我們感謝Bonkey的自家車框架 Rose分享 那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歡迎舉手 有嗎 有沒有要提問的 你說 稍等一下我麥克風給你 結果一下 因為 它這個會串流錄音 所以還是盡量 拿著麥克風會比較好 沒關係不用害羞 你好我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你會接觸到Rose 然後 你是喜歡機器人接觸到Rose 還是 對怎麼接觸到Rose 因為我在 去年的時候 就是 接了 接了學校社團 然後就是 那時候要出去 比賽 就是 9月會有一個 TIRT 然後它裡面有 有一個項目是 有一個項目是 那個 送餐機器人 然後它規定就是 要用Rose來始作 喔 對然後 就是我接觸到Rose的原因 好很好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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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有會長還是要 疑問了嗎 你知道我天上都很大嗎 就是那 你什麼 就是通常你會接觸到Rose2 沒有用到Rose1 這是D 喔通常 對 碰到Rose1就會碰到Rose2喔 喔了解 好 喔 我剛剛說的那個MAT Lab 就是用Rose2來始作 喔 好 感謝 啊你自己有機器人嗎 就是 有喔 這是學校的 學校的 我拿學校的經費買的 喔讚 好 了解 謝謝 好 還有人有問題的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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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